我先讲我们期待听到的声音是 我们正常主妇切豆干的方式 也让大家对照一下 就看看 就是有败部跟优胜部 这样我更没有压力 爸爸的店生意怎么样 因为我们家的店比较小 座位比较小 所以感觉生意很好 高榜白做就对了 开了店 你们兄弟姐妹没有担心的事了吧 你爸爸有事做啦 对 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我爸 比较爱喝 其实我要讲是疫情的时候 你们还有便当 是 支援 对 支援一些医院 然后一些医护人员这样 其实我爸爸跟我妈妈两个人 我们家全家人都很会做菜 然后我小时候 就是一个蛮有口福的小孩 因为从我姑姑 我奶奶 我爸妈都很会做菜 对 我真的真的是 小时候看了那个日剧 那个匠态的寿司 看了以后我就觉得 哇 当厨师好帅啊 所以才后来去 就是学餐饮 好 那我先讲 我们期待听到声音是 要抖 对 就是有武侠风的那种 让我们后期帮我配音 我们正常主妇切豆干的方式 也让大家对照一下 就看看就是有败部跟优胜部 这样我根本没有压力 因为那个时候店收掉的时候 后来我爸觉得还是算了 就是他们想退休 但退休在家没有太无聊 所以他后来那个时候 我姐姐就想说 那帮他们办一个私厨好了这样 我姐就是帮我爸他们弄 然后在弄的时候 我爸不好意思收钱 很奇怪 什么意思 就是他觉得 他觉得别人来家里面吃饭 还要给人家收钱 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他很不好意思收钱 哇 你爸这习惯真的太好了 太好了 然后结果收了钱以后又觉得 好像给人家收钱很不好意思 所以就开酒给人家喝 结果开了酒 比人家的菜钱还贵 所以就办了两次以后就觉得 不行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家感情很好 我们家感情是蛮好的 但我们家的感情的好是 每天吵吵闹闹闹的那一种 就是每天都在吵架 是很好笑的那一种 所以你在结婚的时候 有没有特别去想说 哎呀 你自己的家庭 或是你太太妹的家庭 你希望氛围是跟自己家里 比较接近的 这样在婚姻里比较舒服 我岳父母的这一边 跟我爸妈的关系也蛮好的 就是感觉两个家庭 蛮合的 但是不一样 旁边我的速度也不愉快了起来 请问你这是豆干丝吗 没有啦 因为原本我想要切 对不对 不同的情形 因为原本我还问我爸说 那我们豆干我要片成 三分之一再切还是什么 然后但是我们自己 比较喜欢有一点口感 那我就现意到这边 大家有看到 这是我们家的豆干丝 我觉得这才是 没有 这才是对照组 那好像特别轻转的 我爱你 我爱你 就是这边 小伙伴 小伙伴 我爱你 到复仓不复 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